我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技能 对 最后一场也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这个8.4的最后一场 打上EVI 看一下小狗这边还是选择了AD 维鲁斯搬家了对面的塔姆 这个对决说实话 维鲁斯没那么好打 没那么好 因为维鲁斯毕竟是不带位级的ADC 左边这边一波的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说维鲁斯这里 第一在对线期要小心辅责 不要冲太多 要控制自己的血线 这个考验基本功了 但是想到你 这个维鲁斯必须在一个安全区 安全区去打 因为如果你冰鲜拉得太长的话 赵拉夫倒六以后 也是不跟你讲道理的 所以JZ也是心里很清楚的 所以他带着虚弱跟治疗 所以这个地图你看 他把那个卢西安女警一半 感觉其他ADC 他会被一些这种传统的战士课 对 你这种传统战士 你带个急跑或者带个雪球什么的 年少年你还真跑不掉 而且这个EVI带的是彗星 他这个斧头出气的消耗能力 是非常强的 一定要保佑自己的走位 而且斧头刮到彗星臂肿 出草了 露出 露出了 这边悠哉他的爱里 看看在前期能不能打出一些效果 EVI的这第一斧 老实说有点内傻 就是没有打算要打人 对 打兵去了 第二下打到了 你这下来打不了 最后第三下 又打到了 他打外减斧子第四下 我的天 哇 第五下 痛痛痛 但是小狗这个反打的时机选的也没错 因为他一定不能让你白打嘛 对 不过反正难打就是了 虽然他出了鞋子 中间如果少这三下反打的话 现在烈士是巨打 对 这个至少耗掉了对面的一层斧胶剂 对 而且艾黎 怎么说呢 艾黎的话你要持续不断能打到人 对 但是他现在不是特别赶上去打 走位躲开了一个斧子 但是补刀上的话 已经有一些小小的劣势了 对 就艾黎一定要这么打 就过去A一下 艾黎回来再A一下 然后中个斧子 发现全回去了 不过因为Uzi选择斜三水 在补给上面来说是蛮OK的 是的 左边补给药器已经用完了 在血量跟补给品上面都占了上风 现在慢慢把血量打回来了 对 血量打回来 但是要小心啊 阿拉夫等级起来的话 ADC还是脆皮还是扛不住的 就是一波的事 对 还是要看优加的走位吧 而且是阿拉夫 我们一般看托诺赛阿拉夫 都是要带血球的嘛 对 他这个直接带了虚弱加脊走 其实我觉得招换区技能上 算被counter到嘛 对吧 一方面来说的话 其实面对技术家 他可能觉得血球不好中 对 其实他确实在小操作上面 是无人能处其右 是的 所以他这边带了一个 简单粗暴 开启脊走冲你脸 你没有操作空间 你没有操作空间 我不需要操作 而你没有操作空间 这个是最适合的一个代法 对对对对对 现在阿拉夫被兵线反压的话 阿拉夫就不好打了 是的 因为这一波线 两个刀 两个刀没补到 这一波线优哉可以仗着兵线白点 他重一波了嘛 这个时候非常优哉小兵非常多 不是很适合AV这边进攻 现在优哉是一个蛮选 选择来了 硬刚 这小兵一轮骑射 这波他还不及了 要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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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波他的实际选择也太错误了吧 小兵太多了 小兵太多了 而且优哉他这个招牌生技能带的 是比较counter他的 对 他有个治疗 对 就你在被兵线压制的时候 其实阿拉夫真的挺难还手的 讲道理他刚才稍微清醒这波线 就同样的机会他上去打 其实小狗是打不过的 刚才你看有大概两波兵的情况之下 然后加上一个治疗 都差一点 都差一点 其实他这一波上的话兵线太多了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说 他在有机会的时机上的话 应该不会接 他就是想拼一枪 他觉得等正确的时机 就这样一定会后退 对 你看这一波兵线也太多了吧 下面这一波大概有四只在点燃 对 他带个点燃的话 好 开始了 小兵转头 四只骑射 然后三个精神兵 成了六只 哎呦 真的是差一点 下面跟了两只 下面跟了两只 扛八只兵 主要优待是满血 对 他一方面是这样 因为他早上